民國100年 黃冠娛樂城 裡面有一個賭客的名字 跟您是一模一樣 那個是您嗎 這個故事比較特別 我認為有些事情我們很嚴肅看待 有些事情真的沒有那麼嚴重 那一天跟朋友去打電動 他就像一個湯姆熊一樣 有娛樂性的機台 有賭博性的機台 玩到一半 警察來臨檢 包圍前後門 把現場所有的客人都帶走 問一問之後 發現沒有賭博的事實 所以那個判決其實是不起訴訴 那我認為法院他已經有了判決 我們再把他提前一步說 有記錄 這個人是不是有賭博的行為 我想不符合法治國家跟社會的一個看法 所以那一天就是跟朋友去打電動 然後那一個場所 電玩場所被領檢 所以我們被抓去做筆錄 筆錄做完發現沒有賭博的事實 所以不起訴 這件事情從頭到尾就是這樣子 會不會覺得說在這個時間點 爆出這個趙陶的事情 對背後有刻意操作 不論我是不是政治人物 不論是否現在面臨罷免案 這永遠都是我人生的一個很重要的事件 所以我不存在任何怨恨或者是 為什麼這個時候發生 完全不存在這種想法 不管我今天在做什麼 這件事情就是我這輩子要面對的 而且我也一直積極處理 然後也跟對方保持聯繫 我想對我來講 現在就是一方面 當然這個是我長期一直在負責 那現在的罷免案 我要對我的選區跟選民負責 那我想這樣子才是一個正面的態度 那最近那個因為被中的阿伯 行動還是不方便 那最近有去現場關心他還是看他 不是這個這個我們去 八十幾歲 我不確定這個是不是後遺症 這個有醫學學理的相關的判斷 因為那一天我記得當天 當天我做完筆錄 我就去醫院看 細節的部分就不多講 但是我是一直到他康復出院 然後我還負擔一陣子的看護 總之就我的理解 這個永遠不會放下 這個對我來講就是 像另外一個親戚 對我來講就是一個阿伯 那我沒有辦法去擴大解釋說 他是不是有相關的後遺症 或者是像鄰居講的那樣子 但是我是直接跟他們家人聯繫 我想我這邊的訊息應該 應該會比較精準一點 那就是因為當下就是有點肇事 然後就是你們那時候不知道 那這十幾個小時在做 沒有這個疲勞駕駛就是這樣 眼睛沒有我覺得 我不談這件事情 不是為了我自己 我不談這件事情 是不想讓當事人家屬 再被掀開傷疤 所以各位的這個疑問 或什麼就由我來承擔 那皮膠駕駛的部分 他的確累到一個程度 眼睛閉上打開 閉上打開的時候 就在不同的路口 所以當下就是發生了 然後結束之後 警察通知一通知 我們就馬上過去 然後現場做完筆錄 去醫院探視 積極尋求和解 那當時發生的過程就是這樣